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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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歡迎大家要來到 映花樂的秘密的基地 這個空間 是我們那時候跟 它本來是一個布行 的倉庫 然後我們那時候跟它乘租下來 那裡面完全是一個不是你現在看到的 這樣的狀況 這邊就是我們平常白天在辦公 那我們會有一個假日的工作坊 教大家怎麼樣熟做自己的 小塊的音樂 那音樂就在大落城這邊 已經 好像兩年了 那這邊因為想好 俠海城王廟的關係 我們有很多就是 外國來的客人 外國來的客人又以日本客最多 這樣子 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對這個地方對台北 尤其是這個地方很有感情 而且日本的表達客都是超厲害 他們會做出了所有的功課 然後再來探訪台灣的每個地方 這樣子 那我們就有遇到 一對 兩個日本女生很可愛 他們就是自己做了 那個觀光手冊 就是像這樣就是非常的詳細 然後自己去做了簡報 然後剪貼 他們有做了一頁 是印花樂 就是看了然後買了然後很喜歡 然後跟我們聊天 然後我們就無意間發現 他們有一本這麼詳盡的 台灣的旅遊 而且他們自己做的小插畫 都做得非常好 過了一陣子 我們就接到了一個來自日本的禮物 就是那時候 那兩個日本的女生 他們就重新做了一本給我們 就是做了一本 前面還有寫一個 感謝台灣的手冊給我們 就是他們那時候來台灣的 那個他們的觀光 自己做的觀光圖 這樣子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 就是 冰花樂的朋友啊 粉絲啊 或者大家 其實對小插畫其實很期待 因為怎麼說呢 發現 後來發現 欸大家都知道 這幾個團體 然後我們的朋友 或者我們這裏面的夥伴 都是特別 有特別喜歡裏面的幾個團體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可以把他們邀請來 到自己家裡有沒有 然後 然後就是在這邊做演唱 而且還可以分享給 就是 跟另外的有關 或是跟這個 地區生活圈有關的人 然後 他們也都同樣的 有高度關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 非常有趣 而且 竟然就是在我們的辦公的背後 欸就會發生 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是我們非常喜歡的 音樂類型 這樣子 太酷了 太不可思議了 很漂亮 所以請你 保持健康的身體 努力一點 活著